辽培元的英文教室 基本单字片第89集 我们记单字啊 一定要活 要活络 因为单字是英文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元素 单字学不好 英文后面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单字要学得活 基本根本要扎得好 那什么叫活 学得活呢 我们想看 这一集十个单字 Buddha 我明白讲说佛 可他也可以是佛像 两个都是佛的意思 都是Buddha的意思 像Buddhism就比较简单 佛教 佛教徒 他可以当名词或形容词 Buddy就是一般的朋友 主要是男性的 像Budget 这个字就要学得活一点 你看他又是名词 又是形容词 动词 所以我们一般华人 学英文不容易学得好 英文很好的人少 因为我们记单字就比较少在记词性 就有些人 当然有记词性的也是有一些 就一般我们大部分都记意思 可这个字到底什么词性 而且尤其它是两种三种四种词性 我们会搞乱掉 所以很少人观念就很好说 这个字 这个大概 比如说一个字有三个词性 比如说有六个意思 假设这样讲 他搞不清楚的 就是他可能很模糊 这个字名词是没问题的 其他好像动词也可以 好像形容 都是好像 英文都是好像 这个字有一个意思我是知道 或两个意思我知道 其他好像还有怎么样 有些就完全没印象 那接下来碰到 看外国人写的文章 跟外国人讲话 问题就多了 就出来了 因为外国人他不管你的 除非是他专门要为了跟你讲话 为了写一篇文章 你看得懂的 那他就写很简单的 那是假的吗 我们是要争相实战的 外国人就写文章 我想用什么意思 用什么意思 但是你说 你犯规 你这个字明明我认识 可是你写了一个 我不知道的另外一个意思 你犯规 你不能这样 所以我们很多 在台湾 在中国 觉得我们平常 自己人讲英文 好像还可以 看一些简单都可以 就你一出国 一出国一念书 还有美国有五十个州 每个地方发音又不同 用法用字又不同 报章杂志的讲法 也不太一样 一去 哇 怎么都不认识 我不是学了很多年英文吗 怎么这个字 我好像认识 可是意思我又不太懂 这个字好奇怪 怎么用法是这样子 完了完蛋了 要花很多时间去训练 所以有人干脆说 英文好难 我干脆跟中国人在一起 跟香港人在一起 跟台湾人在一起 算了我们就是 弄个小圈圈 这个太难学了 我跟他讲很累 好不容易跟他熟 另外一个阿拉巴马州来的 我又听不太懂 阿拉巴马州 熟了一个纽约州的 又来一个亚利桑那州 还有外国学 又一下印度 一下日本 就觉得英文的好麻烦 有的时候算了吧 懒得学了 反正上课就听一听 老师的英文还听得懂一点 算了 就问题很多 像这个预算 budget 你看名词形容词动词 我们待会再仔细看 这种字就算比较复杂一点 buffer就比较算简单 buffer也算简单的 这个可以念buffet 也可以念buffet 两个都可以 但是我们一般只计 buffet或buffet 制作餐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去吃制作餐 另外一个制作餐呢 cafeteria 那是一般的 我们说比较便宜的 可能人民币 这个20块 十七八块 二十几块就给吃饱 台湾就可能 一个人可以吃个七八十块 八九十块这样子 cafeteria 平价制作餐 buffet或buffet 就是高级的 饭店 可是它另外一个动词打击 我们就搞不清楚 buffet也可以当打击 然后bug也是比较麻烦的字 你看名词 小虫子 病菌 bug也是病菌 也是热衷 也是故障 切听器 一般讲电脑 有bug 有故障 也就是有一些软体 其实在电脑软体里面 bug并不是真的 什么故障 什么什么那些 而是说它那个 没有写好 程式没写好 串连不起来 那一行是可以 可是跟其他的 一连再起来 所以那个电脑软体 有时候 哇一写写几万行 这很麻烦 几万行 所以他们要反复检查 这个检查好几遍 然后还 我写完 我检查好几遍 再丢给同事 同事检查好几遍 然后再放到那个 这个叫软体 程式叫软体 再跑上去 叫β版 然后跑起来 是不是跟别人不相容 所以电脑很讨厌 有时候 灌了软体 多了以后就跑不顺 你冲我 我冲你 或者它软体本身 要碰到什么时候 当掉 所以这个软体 要慢慢的 要它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改 就是城市有些地方 没写好 又可以当助听器 又可以当动词 窃听 用小时麻烦别 所以bug 这个字算很麻烦 Build 也是稍微麻烦 所以我们自己 寄这个单子 所以 这个要这样子寄 它很复杂 所以我希望多一点 能看到这个 这个我们刚做不久 是冲很快 已经做到八九集 就花了很多时间 在短时间内做 但是看的人还不多 那希望以后看的人就多 就是因为要这样子寄 那外面像我这样做的 比较少 这一般教你单子太多了 多得不得了 这个大家都在看 尤其巨男美女 尤其美女 教这个最好 长得漂亮 又教 一起教个几分钟 学几个单子 很棒 很舒服 问题学习就是太轻松了 比较学不到 所以这个 这是迷失了 所以有时候难一点 你会有挫折感 可是进步比较大 那有些就学得很轻松 很舒服 就点阅率就很高 可是你比较学不到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迷思 像Buddha 它是大写 专有名字要大写 人民啊 国民啊 像我们看 例句就比较清楚 Buddha was an enlightened beam Buddha 就是佛 佛陀我们叫释迦牟尼 它叫enlighten 就是启发 叫化 enlighten 这个字 beam 就生物 Buddha was an enlightened beam 这个字比较难念 一般念 bing 它是beam 前面是一个比较长音啊 就完全是e 后面的那个短一点 带额的音 beam 它是两个e 它不是一个e beam 做的佛像 就是烧嘛 到配那个 到那个烧窑里面烧好以后 就樱化以后 就变成那个 变成那个陶土啊 那些黏土 做成的啊 这个陶瓷品啊 瓷 陶瓷 缺宝 缺本来是缺口的意思 它也可以当动词啊 所以这个字 它的瓷性也会转换 意思也会转换 变缺口 这个佛像啊 这个 我们叫尼菩萨 尼做的 当然菩萨 罗汉跟佛是 果位是不一样的啊 就缺了个脚啊 可能是敲破了 而Buddhism 就是佛教 The man who is strong believing Buddhism 这个那个人 那个男人啊 这个非常的信仰佛教 而Buddhist 他名字是佛教徒 也可以当形容 是佛教的 或佛教徒的啊 He is a holy Buddhist 他是一个很虔神的 Holy 我们一般讲神圣啊 其实他意思 我们不要说这个字 一定是中文 哪几个字啊 不一定 他意思可能很多啊 不只是神圣的 也是虔诚的 一个当形容词啊 佛教的啊 佛教徒的 He fascinated with Buddhist ceremonies 他这个很狂热啊 这个很有兴趣啊 对这个佛教的这个仪式啊 佛教仪式 他感到很有兴趣 那Buddhi 一般叫朋友啊 我们一般身体是B-O-D-Y 这个是B-O-D-D-Y 这是口语化 口语化 就是简单一个名词 朋友 就男的跟男的叫Buddhi 叫女的不叫Buddhi 当然你看电影上 也有叫Buddhi 但是一般是讲男的 就是把这个女的当哥们 我们就讲哥们啊 Drink it and go home buddy 这个朋友啊 这个老哥 老弟啊 喝完啊 喝完这杯回家吧 Budget就很麻烦了 名词预算 这个一般人比较清楚 The organization has a large annual budget 这个组织呢 它有一年都有年度预算 所以公司啊 组织啊 政府 一年都有一次预算 对年度的预算 也可是形容是便宜的 A wife likes to buy the budget clothes 我太太喜欢去买那种打折的 一般讲打折的啦 便宜的 她也可以当形容是便宜的衣服 动词就编预算了 I intend to budget for a new house this year 我今年打算编一点预算 就是准备一点钱啊 我打算 当然钱 房子不一定要 一次付清啊 有的预售屋最便宜啊 付一点点啊 有的中古屋啊 付多一点 我今年准备编预算 当然自己不叫编预算 我今年打算花一笔钱啊 买个新房子 或者是原来房子卖掉 小换大啊 这样子就更省力一点 也可是安排时间或钱啊 每个人都应该善于安排 处理他的时间跟金钱 Buffalo就是我们一般讲 亚洲的水牛 美洲就是那个野牛啊 当然美洲的野牛 我们一般讲是bison B-I-S-O-N 那个字啊 在Buffalo也是 这个要讲S In North America 在美洲啊 有很多美洲野牛 当然跟我们亚洲的水牛 长得是不一样 它那个比较体型大一点 Buffalo这个就简单 它就一个意思 Buffalo一般我们就叫缓冲物啊 也是比较简单 当然很多这个字啊 它还有别的意思 但是我没有缓进来 没有缓进来 意思就是说 我这边缓进来都是 都用得到 有些我觉得 真的很少用就不缓进来 A family can provide Buffer against stress at work 就是一个家庭呢 可以提供一个缓冲 Against的叫傑西斯 就对抗了工作上的压力 什么意思 工作上压力 回家就取暖吗 老婆来抱抱辛苦了 或者跟家人坐在一起 老爸老爸说 哎呦 我儿子啊 这种这个没什么精神 被老板骂了 没问题没问题 来赶快吃个饭 洗个澡 看看电视台聊聊天 休息一下 取暖 Buffet或Buffet 自助餐 The dinner will be served Buffet style 就这晚餐呢 我们今天晚餐 要用这个自助餐的形式 所以我们看过很多的电影 像那个王冠 这个王族啊 英国王族啊 就是可能女王跟他太太 不跟他老公啊 或者跟女儿啊 这个儿子啊 或者是什么 一起吃 就是一起吃聊 这个做个长作 可能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七个 不一定 然后就是吃自助餐 所以他 他私人的厨房 都会摆 比如弄个七八道 或者湿地道菜 下面可能有点 加酒精啊 什么 保持温度 就大家自己去拿 我们在电影上 也看到这种 比较方便 大家每一餐都要变 但是这个麻烦 动词打击 That poor little boy was buffeted by a big guy 那个小男孩呢 被这个一个 大个子打 所以他也可以是 打击的意思 然后bug 是小虫子 I picked a bug last weekend 我上礼拜 礼拜周末的时候 我捡到 在野外 捡到一只小虫子 可以说接人家 也可以是取东西 所以这种叫做片语 片语其实不对 应该叫成语 这种成语 一般叫片语 它就是 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有时候这个一个成语 它可能有两个三个 不同的意思 跟一个单词 一直都一样 它也可以当病菌 第二是stomach bug going around 就是我这个肚子 这个怪怪的 可能我肚子吃东西 吃坏肚子 提醒肠胃炎 这肚子 闹肚子 我们叫闹肚子 可能是 有一些病毒 肚子有点痛痛的 不舒服 也可以是bug 热衷 你看意思好多 The world travel bug was down in the 这应该小一些 in the covid-19 period 其实世界旅行 狂热 很多人喜欢到处旅行 就是世界 旅行热 平常很喜欢旅行 不管坐飞机 坐游轮 what's down 这世界旅行热 下降了 在covid-19 在新冠肺炎期间 period是期间 这个 温度下降 就是玩能少 所以这个 新冠肺炎 说全球旅游业 还有餐饮业 观光业 就受到很大的冲击 受到影响最大 但各行各业 都受很大 只有一个市场 不受影响 而且还好的不得 股票市场 所以股票市场 现在完全脱钩 不止在台湾 亚洲 美国也是 大家搞不动 新冠肺炎那么厉害 股市卖还飙 就表示说 那已经脱钩 脱钩什么意思 就是有钱是我管你的 一般人没钱玩 是你的事 就是等于现在 股票市场是有钱人在玩 他们有这个力量 这也反映出世界 财富不平均 像事业 95%以上的财富 掌握在不到5%人手上 他掌握一般以上 95%人 他去玩就好 事业上5%人去玩股票就好 你95%人没钱玩 没关系 我5%人玩就够了 也可以是bug 是故障 This is bug in the system 这个系统里面 有一些 有一些运作不正常 有一些故障 有一些问题 也可以当窃听器 There is a bug in the phone 电话里面有窃听器 你看 又可以当动词窃听 She is really beginning The bug in the phone 它开始在我电话上面 装 窃听 窃听 所以这个bug 你真的要花时间去熟悉 我们尽量 单字不要背 尽量去了解 怎么了解 多看几次 一回生二回收 因为你强记 第一个自己痛苦 第二个也记不住 容易忘 你多看几次 因为经过了解 就比较不容易忘 也可以用小事麻烦别 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 He is always bugging me for trifle things Trifle就是很小的东西 很小的事情 来烦我 bugging 所以这个字比较不熟悉 所以这个字 很麻烦 意思很多 那built 一般是动词建造 或者是建立 建立什么事业信用 We plan to build an online database 我们打算建立一个网路的 online就是线上的网路的一个资料库 也可以是建立事业信用 Our company is building good reputation 我们的公司呢 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信用 也可以当名词结构或体格 The build The building is solid 我故意用两个build 第一个就是名词 这个 两个都名词 这个建筑物的结构 你看 build是结构 building是建筑物 solid solid就是 就是很结棍 很结实 结构很好 就是不容易 这个台风地震 都不容易受损 也可以当体格 He is good built He must exercise open 就是 他这个体格很好 他一定是经常运动 所以 所以我当然这边讲的比较快一点 因为这个 时间不要讲太久 那 所以我这个很多视频 你可能需要再 再看第二遍 第三遍 反正十几分钟还好 再看第二遍 第三遍 就会比较 因为 有的人讨厌说 YouTube上面讲话很慢 慢了事理 所以 所以慢慢讲话会快一点 那第一遍 如果你觉得全部没问题 那就OK 如果你觉得 是不是讲太快 是不是这个讯息量很大 这个讲得好复杂 没关系 就看第二遍 第三遍 那我这四五个YouTube频道 我需要你的帮忙 就是说 十五个全部按订阅 这集讲这里